我们这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大家提供理解中国基层治理的底层框架和系统思维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媒体大学尼赫华 一个犀利幽默的经济学教授 今天介绍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系列课程的第15讲 主题是大国大城还是均衡发展 今天的主题是城市化问题 这是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 因为区域发展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或者城市群的发展 同时这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 因为县城县集市和小城市的发展 都是我们今天要团的主要内容 从历史上看 几乎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莱泽有一本畅销书 名字叫城市的胜利 他在书中说 城市是我们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 中国的城市化和高速经济增长是同步的 1978年到2021年 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9.14亿亿的 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64.72%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一场人口流动 并且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国家之一 拥有超过10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差异悬属 大城市和小城市在人口规模上可谓天壤之别 下面第一幅图是2022年按常住人口排列的前五名 和最后五名的城市第一名是重庆市 有3212.3万人 不仅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恐怕也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 第二到第五名是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 但是人口最少的五个城市 迪庆自治州 山南市 嘉义关市 黄澜自治州和阿拉扇蒙 只有20多万到30多万人口 相当于一个小县城 人口最多的重庆 是人口最少的阿拉扇蒙的大约120倍 第二幅图是按GDP排名的 上海位居第一 2022年GDP高达44652.8亿元 之后是北京 深圳 重庆和广州 最后五名分别是大西安岭 黄南州 海北州 玉树州 和果乐州 在图形上几乎看不见数值了 在GDP方面 第一名的上海 是最后一名果乐州的830多倍 前面两张图的对比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 大的那么大 小的那么小 那么应该继续强调做大做强大城市 还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是主张大国大城 还是主张均衡发展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热点问题 在第一部分 我会介绍一下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两种主要观点 或者说城市化战略 一种是继续发展大城市 简称大城论 另一种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简称小城论 在第二部分 我将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并分别评价大城论和小城论的利弊 在第三部分 我想提出中国城市化的第三条道理 即公平竞争计算的市场化 多元化和协同化城市体系 一 大城论和小城论 大城论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 或者继续做大 做强大城市的观点 主要理由是 城市具有规模经济和急剧效应 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城市规模越大 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成本都更低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均成本也越低 因为固定成本被摊薄了 规模经济跟急剧效应有关 但后者的范围更广一些 比如城市里各种人才集聚在一起 大家通过交流可以产生更多的新思想 新创意 从而促进创新 这跟规模经济无关 跟多样化有关 总体上 其实学者们对城市急剧效应的理解 并没有超越新固代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马歇尔 在1920年出版的 《经济学原理》这本经典教科书里面 马歇尔认为生产要素在城市中的急剧 能够降低三类运输成本 一是运物的成本 主要体现为物流和生产成本的下降 二是运人的成本 主要体现为客运成本和通勤成本的下降 三是运思想的成本 主要体现为思想碰撞产生的创新 所以你看 读书还是要读经典 顺便问 谁看过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在中国 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的人很多 我这里就列举两个代表人物 一个是学术界的陆明教授 另一个是非学术界的任哲平 原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任哲平名积很大 我们尊重名人 那就先说说他的主要观点和逻辑吧 任哲平认为 决定一个城市人口急剧规模的 关键是城市经济规模 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各地同质条件下 一个城市的经济份额 与人口份额的比值 应该保持在一左右 我来通俗的解释一下吧 就是每个城市的人均产值会趋于平均 这样人口流动就没有了额外收益 就会停止流动了 他在文章中提供了一组证据 例如日本东京圈的经济人口比值为1.15 韩国首尔圈的经济人口比值 长期在接近1的位置上下波动 任哲平认为 2015年北京市的经济人口比值为2.15 上海市的经济人口比值为2.10 因此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 各加200万也不算多 经济人口比值依然高达1.9以上 入民有一本书 大国大城及逻辑和我前面提到的 马下的观点没有本质差异 他多次使用一个指标 来度量城市规模是否合理 就是城市守卫度 及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 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入民举了一些例子 纽约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2.7% 伦敦占英国总人口的13.1% 东京都占日本总人口的10.3% 巴黎占法国总人口的15.9% 首尔占韩国总人口的20%左右 然后入民认为 上海太小了 而不是太大了 我们以2022年为例 当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数为 2475.89万 全国人口为14.121 上海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仅仅是1.75% 也要按照城市守卫度来计算 那上海还可以扩大10倍 请问各位 你认为上海规模是大了还是小了呢 与大城市相反 一些学者认为 大城市存在很明显的城市病 而且城市化的过程 应该是分阶段的 先发展小城市 然后才能发展大城市 当然这里说的小城论 包括主张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中小城镇的观点 因此可以说是大城镇的对立面 小城镇的最著名代表人物 应该是著名社会学家费晓通先生 1983年 他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 小城镇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影响了当时的城镇化政策 和乡村企业的发展 费晓通后来总结到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 是一个从乡土中国 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 鉴于中国的历史 人口 城镇规模 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 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 逐步发展城市化的道路 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展多城市的 犹如金字塔形的经济中心 以此来最大限度的降低 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 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 保证中国改革开放 这一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社会变境的平稳进行 城市从小到大 逐步发展的思路 复合人口学家拉姆斯坦 归纳的人口迁移法则 及农村人口 有远及近地迁移 先是迁往小城镇 然后逐步向大城市迁移 事实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一直实施严格控制大城市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思路 在小城镇得到了强劲发展的同时 乡镇企业也一军突起 改革开放之后的20年里 乡镇企业解决了 上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并一度创造了全国30%的GDP 大家不要觉得乡镇企业很土 其实今天很多位列世界500钱的 中国著名企业 比如美利集团 恒利集团 荣盛集团 当年都是从乡镇企业起家的 2.最优城市化战略分析 刚才我介绍了大成论和小成论 两种观点 大家听完之后 是不是觉得公说公用理 婆说婆用理 这个时候 要想做出独立判断 关键是要有逻辑和分析框架 有了分析框架 你才有评判对错的标准 才知道某个观点对在哪里 错在哪里 在前面的课程中 你老师多次强调了 国家治理过程中 面临的一个权衡取舍 活力与秩序 其实前面的分析框架 稍微改一下 就可以用来分析 最优的城市化战略 请看下图 横轴表示秩序 重轴表示活力 在城市化战略方面 追求秩序就意味着 全国的区域平衡发展 比如限制大城市的规模 区域平衡发展的好处是 可以减少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距 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平发展 但区域平衡发展的坏处是 它会减少区域活力 特别是发展快的区域 会受到抑制 相反 如果追求活力 那就让各个区域自由发展 人口自由流动 追求活力会带来城市之间 你追我感的竞争压力 从而推动机制体制创新 但坏处是 区域发展不平衡 地区收入差距大 可能产生不公平的社会情绪 并且影响边疆安全 因此 没有完美的城市化战略 任何种政策 都必须在秩序与活力 公平与效率之间 权衡取舍 都必须在收益和成本 好处和坏处之间抉择 请记住 经济学强调 权衡取舍 并非无解 而是说 要根据个体面临的约束条件 选择最优的方案 根据活力秩序分析框架 如果在某个发展阶段 激发城市活力 比维持区域平衡更重要 那么最优的城市化战略 就应该倾向于放松管制 允许各个城市自由发展 此时呢 在市场列弹的自发作用下 大城市可能会越来越大 小城市可能越来越小 即呈现帕拉托分布 或者说二八法则 20%的城市 贡献了80%的GDP 或者聚集了80%的人口 反之 如果缩小城市差距 比激发活力更重要 那么最优的城市化战略 就应该倾向于控制城市规模 一定程度上 限制大城市的规模 缩小城市这样的经济差距 因此 按照我们的理论分析 城市规模既不是越大越好 也不是越小越好 而是由发展阶段 治理成本等多种因素 综合决定的 从纵向上看 80年代 90年代和现在 人均GDP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 所需要的最优城市化战略 应该不同 从横向上看 不同的区域 人均GDP差异悬属 既有对标世界一路水平的 北上广深 也有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中西部地区 既然发展水平不同 那么所对的最优城市化战略 也应该不同 即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可能需要大城市更大 但中西部地区 更应鼓励中小城市 做大做强 有了前面的分析框架 我们心中就有了一个标词 下面我分别对大城论 和小城论进行评价 对某种观点的评价 我觉得应该有两个标准 一是尊重常识 就是不能犯常识性错误 不能睁眼说瞎话 二是尊重科学 就是符合逻辑 提供证据 在网络上 大城论似乎很有市场 因此我就重点评价一下 该观点 实际上大城论 至少有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违背常识 为了论证北京上海不够大 任志平提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他说北京并不缺水 任志平推测2020年之后 北京市供水总量 可达49.5到52.5亿一方米 其中南水北调可供水 14到17亿 测算的用水总需求 还多5.5到9亿一方米 言外之意是 南水北调之后 北京的水还有负云呢 你信吗 我们不妨查一下最新数据 从2014年12月27日 南水首次进京 到2023年7月10亿 8年半时间里 进京水量总共为 90.23亿一方米 平均每年只有10.62亿一方米 离14到17亿 少了三分之一 更言论的问题是 由于长期超财地下水 已经导致一些大城市的地面下沉 2022年 北方工业大学研究者 发表了一篇论文 INSAR数据 结识北京土地成价 发现北京15条地铁线中 有6条平均变形率 超过了每年5毫米 其中1号线上的8通线 平均变形率最大 达到22.5毫米每年 6号线和7号线最大变形率 分别为70.4毫米每年 和115.1毫米每年 2022年发布的另一篇论文 联合INSAR与PCA的北京 平原地面沉降时空分析 认为2017到2020年 北京昌平 东南部 海淀西北部 朝阳东部 通州西北部 顺义西南部 大兴南部等区域 均存在地面沉降 其中 朝阳经浅区尤其严重 下降了0.34米 文章认为 地下水过度开采 是主要原因 这几年多次出现 北京地面塌陷的新闻报道 现在 你还相信 北京不缺水吗 任志平说的 第二个违背常识的观点是 北京人口密度并不高 交通并不拥挤 对此 我只能表示 嘿嘿了 因为反驳这种观点 可能会严重拉低自己的智商 我猜人手期 可能20年没有挤过地铁了 因为但凡在高峰期 挤过地铁的人 都不会说出这种严重伤害 广大打工仔的话来 看来光呼吁经济学家 走出书斋还不够 关键是走出书斋 不能坐专车 要去去地铁 否则就无法接地气 还有第三个违背常识的观点 就是 陆明提到的 城市守卫度理由 他说 首尔占 韩国总人口的20%左右 那么按照这个比例 上海或者北京市 应该居住 2.8亿人才够 你不觉得匪夷所思吗 他们忘了一个常识 城市守卫度 是个相对值 但我们是生活在绝对值上 打个比方 你老板一个月收了10万 你一个月收了5000 然后公司经济效益不好了 老板说 咱们公平对待 各自降薪50% 老板降了50% 每个月还有5万 照样吃喝 你降了50% 每个月只有2500 你怎么住房 怎么吃饭 房东和餐馆 会因为你降薪50% 然后可以打五折优惠吗 第二个问题是 忽视成本 经济学家最基本的方法 是成本收益分析 也就是权上取舍 这是最击不得科学态度 遗憾的是 主张大成人的学者 对种种大城市病 几乎避而不谈 或者避忠就轻 典型的大城市病 包括房价高期 交通拥挤 资源过度汲取 交通拥堵和水资源匮乏 我前面都提到了 至于房价高 这也是常识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提到了 现在 我更想提醒大家 注意大城市带来的三种 负败不行 一是 红锡效益加大了地区差异 在各类甚至要求的 总量不变的前提下 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竞争 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种零和博弈 经营学者的研究发现 高速公路和高铁 在提高中心城市 GDP战斗率的同时 降低了沿线 中小城市的GDP战斗率 这种现象被称为 红锡效益 华东科学大学管理学院 张克中陶冬杰 利用2001到2012年 第几次的面板数据 发现高铁开通 不仅没有给沿线城市 带来好处 反而使他们的人均GDP增长率 降低了1.5% 并且与区域中心城市 一般也就是大城市 距离越近的沿途地级市 受到高铁的红锡效应越强 你看进水楼台未必先得月 也可能是涨水先淹了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可能危及边疆安全 我在前面的分析框架里提到 任由各个城市发展 可能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 这会带来失去成本 最大的失去成本之一 恐怕就是危及边疆安全 大家不要只关注北上广深 发展的有多快 效率有多高 别忘了 中国还有几十个边境城市 或者边疆城市 他们承担着重要的稳边 数边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 研究人员王瑶发现 从2008年开始 36个边疆城市 人均GDP 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 开始逐渐扩大 人口流失 老龄化 造成了大量的城市收缩 又进一步制约的 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王瑶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以地级市四辖区 常住人口规模 从2007年到2017年的增加率 来测读一个城市 是否处于收缩状态 在285个样本城市中 2017年共有46个城市 处于收缩状态 其中边疆城市占到了26个 请看下图 占全部收缩城市的半数以上 这些边疆城市 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 长此以往 这将影响中国的边疆安全 三次城市规模太大 降低了人口出生率 城市规模越大 人口越集中 对住房的需求就越高 房价就越高 生活成本就越高 生育率就越低 过去的生育率 已经成为影响中华文明 能否延续的根本问题 第三类问题是方法论错误 首先偷换概念 任志平在论证北京和上海的规模 还可以更大致 用一个地方的经济人口比值 是否唯一来论证 问题是日本东京圈 韩国首尔圈 都是都市圈或城市群的概念 而北京和上海都是行政城市 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东京圈首尔圈 应该跟金金记 长三角和珠三角对比 请问 中国的这几大城市群 规模真的很小吗 其次 选择性利用证据 就是只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 而忽视那些对自己观点不利 但是客观存在的证据 大成立的主要证据包括 北京人口密度不够高 因为首尔东京的人口密度 比北京还高 北京不缺水 因为美国洛杉矶的人均用水 比北京还少 北京并不算很拥堵 因为伦敦和纽约更拥堵 按照上述逻辑 假设世界上有40个特大城市 肯定有比北京更拥堵的 有比北京人均用水量更少的 也有比北京房价更高的 那么 除非北京具备了所有最糟糕的缺点 否则 北京就一直是一个移居城市 这实际上是将北京的城市发展 放到了全世界的最低水平 民舰人一看 就觉得不正确 举个例子 假如张三因为连续加班 过度疲劳 导致一只胳膊被机器切掉了 康复后继续上班 按照上述逻辑 既然一只胳膊也可以上班 那么张三的同事都应该继续加班 直到也切掉一只胳膊为止 否则就是加班不够 勤奋不足 这是不是很荒谬 小城市的主要问题是 静态地看待中国城乡融合 缺乏动态眼光 在中国城市化的初期 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确应该循序渐进 即先让一部分农民转移到小城镇 通过现运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但伴随中国工业化的加速 规模经济和急剧效应 也越来越重要 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化的弊端 越来越明显 对政府来说 乡镇企业在小城镇的分散布局 使得政府在提供交通通讯 工电 供水 排屋 仓储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时 缺乏规模经济 对企业来说 分散布局会带来供应链的成本 治理物来的成本 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 等多项成本的上升 不利于提高利润 对居民来说 相当企业在小城镇的分散布局 会降低消费的便利性 高品质生活的可及性 以及提高通信成本 同时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因此片面静态的追求小城镇化 长期来看 不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其实这些年 中国的城市化战略 一直在大城镇和小城镇之间摇摆不定 或者说给予了两者一定的实践空间 在此过程中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速流 很多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入大城市 造成了很多中小城市的收缩 因此 如果一直秉承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战略 那么必然导致资源低效率配置 以最发达省份之一 江苏省为例 江苏省有40个县及县级省 从2010年到2020年 全省县与长住人口的规模 增加了有15个县市 减少了却有25个县市 其中有7个县市 人口减少了10万以上 总体上 相对于市区县级行政区域是在收缩的 这恐怕是一个趋势 后面我会解释原因 顺便问一句 请问这些年 你所居住的市侠区或者县 人口再减少还是增加呢 我认为大城市论和小城市论都是极端观点 而最多城市化战略 必须在活力和秩序间权横取舍 因此注定是中庸的 我认为 一个理想的中国城市体系 应该是公平竞争 基础上的市场化 多元化和协同化的城市体系 这里包含三层意识 第一层意识 中国的城市之间 应该是公平竞争的 而不是人为干预的 大城市强调通过人口流动 来实现规模经济 和极确的逻辑是对的 但是前提是错的 因为中国的城市之间 并不是公平的市场竞争 正如我在第二讲 中国城市的等级体系里说的 城市之间不是平等的 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机制塔 如下头所示 在2018年发表于 管理世界的文章中 我们证明了一个重要论点 一个城市里 企业的全员主生存率 主要取决于城市的行政级别 具体来说 与人口规模 人均GDP和产业结构 等市场化因素相比 扣除固定效应 城市的行政级别 对TFP水平的解释 占70%左右 超过了市场化因素之和 因为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 企业所能获取的政府补贴更多 雇佣技术人才的优势更大 融资率率更低 承担着地方税负更小 说白了 人跟资源走 而资源跟着权力走 因此 要让城市之间通过市场化竞争 形成合理的城市规模 前提是 起点要公平 要公平竞争 那就先公平 再竞争 举个例子 2022年全国高考乙院 作文题目是 谈谈北京双澳之城 很多农村中学生都没来过北京 你觉得这样的作文题目 对他们来说公平吗 顺便问 请问你们当年高考作文题目 是知道吗 如果是 能考到大学 真是幸运 减少行政干预的办法有很多 比如 市府可以考虑 逐步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 或者抹平城市间的行政级别 我也同意 光是限制人口流动是不行的 怎样控制城市规模 就应该减少行政干预 比如 把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的教育医疗资源 分身到更需要的城市区 这样人口自然就减少了 平行而论 要不是有这么多 985 211大学和三甲医院 有几个人会觉得 北京比中小城市更有吸引力呢 第三层意思 中国的城市 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生态系统 如同生物系统一样 城市系统 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既要有一定的大城市 也有大量的中小城市 还要有大小城市 配套发展的城市群或都市圈 总之 不同类型的城市分工不同 错位竞争 才是正常的状态 其实不少专家指出 城市化战略应该因地质疑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势力雄厚 市场发育较好 就应该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逐步发展为大中城市 从而提高城市化的水平 相反 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太发达 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需要转移到小城镇 然后再逐渐向大中城市转移 第三层意思 中国的城市 应该是一个动态眼镜的生态系统 每个阶段的城市化战略 取决于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 和重点工作 当前五个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准备为人民利益 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因此 控制和缩小地区差距 减少城市间的不平等 应该优先于大城市的发展 说实话 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够大了 但大城市的发达 无论如何代表不了 也代替不了 更多普通中小城市的发展 最后给大家留两道思考题 第一 你觉得应该如何稳定 边疆城市的人口 第二 你是否同意放开 北京上海广州 这样的超大城市的落户限制 理由是什么 期待大家的分享 我们留言区见